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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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布达 很高兴能够来到TD西郊六浦 来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探索和实践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是有关 纺织艺术和地方实践 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今天会分享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全球化与地方性而展开的 通过这些实践 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某种传统的根性 同时又能够给予传统带来更多的这种当代形式和内容上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苏州 苏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城市 它就在上海旁边也是长城角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同时它也是江南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 这些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有园林 有苏州博物馆 有太湖 这可能是苏州都外的一个标志 这些东西大家都会比较了解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 比如说苏州是世界首工艺之都 苏州它其实传承了非常多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 以及这些手艺类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 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仍然被保留得比较好的是纺织类的艺术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把纺织艺术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苏州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 比如送简 课诗 赵断 吴罗 还有书绣等等 它有系列这种传统的这些工艺 我们其实主要所做的工作其实是集中在书绣这个领域里面 来与艺术项目做结合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 这张图片是1956年苏州的刺绣大师叫顾文霞 他在伦敦的这种工艺与家庭兴趣的展览会上面去演示书绣 这是几位苏州的刺绣的工艺大师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作品 这是周英之老师的作品叫《残绕》 我们把所有的作品过一遍 因为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在前面 后面我会讲的那些案例 时间确实比较紧 这是他的另外一件作品《梦》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传统的工艺人 他们怎么会去做装置这样的概念的作品 而这些其实跟我们作为一个艺术机构 在背后的努力是有关系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残绕》 其实刚才那件作品《残绕》 它其实是周英之老师他早期的作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现代意识的 它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去做早期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我们知道苏州最为知名的主题是金鱼 或者说小猫这种动物类的 但是他做的这个图示和图像 其实跟我们早期看到的这种苏绣传统的图像 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是他的一件装置作品 但这件装置作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他从他的家乡郑湖来的黄土 地上的这些碎碎的线头呢 是他数十年做刺绣的过程当中积累下的线头 就是他把这两种根源性的东西 或者跟他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直接的东西结合到一块 然后用这样两种材料 以及他日常的创作工具或者生产工具就是这个绣绷 做了一件装置作品 其实这件作品我们在展览的过程当中是把它放在最前面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作品 这个是姚建平老师的《黄山》 这个图示也是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留白过程当中 在这个三幅以摄影为基础的作品的留白部分 特别是对于《黄山云雾》的这种把握非常的精妙 这是梁雪芳老师他的残核 梁雪芳老师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与荷花有关的 但是他除了做图像上的这种莲花以外 他在整个展示的结构上面展示的这种方式上面也有一些突破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 他是用了框架设置结构 然后把它固定在墙壁上面 使得原本的平面的刺绣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可展示的作品 与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刺绣表面附了一层纳米的涂层 这样使得这个作品无需去覆盖一层玻璃 这样的话观众就更好地可以去观看作品 因为刺绣它其实是有一些光泽和它的纤维的细细的变化在里面的 如果加了玻璃你很难看出这些细小的变化 这是姚费芬老师做的《骷髅换系图》 当然他的图示是来自于宋代马远的《骷髅换系图》的作品 这件作品也是参加了57届威尼斯双年展 这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盛会 但是一个传统的工艺人他去到了威尼斯双年展 作为中国馆的代表艺术家参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示里面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就在于他用了56种过往的针法 然后配合他背后的这个墙壁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墙壁有钻的那一块 每一块上面都是一种针法 然后背后的这个图案也是他根据他自己的感觉去做的 这个是卢福音老师的作品 他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把波浦艺术和中国传统的这种金句脸谱结合在一块儿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作品非常大 大概有十米 然后你再展开来以后就是非常壮观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我们的实践吧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赤秀大师还有一些年轻人 其实在这五年左右的实践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跟这些大师们或者年轻的赤秀人们是一起成长的 首先这是我们美术馆的这个外景的 就是我们的三个方向 就是东方的哲学与美学的现代转化 这个其实主要是水梦和山水 然后第二个是当代的纺织艺术 然后第三个是艺术与科技的这种交叉这种项目 这是我们的五个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其实在我们整个这几年的实践过程当中 都是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在去做我们的项目的 这是一些空间 我快速地给大家过一下 我们的空间是跟建筑师王斌 他是一个苏州本土的建筑师 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建筑 后来在KFA工作了三年回国 然后非常无意间认识了 我们聊起来关于美术馆空间的一些想象 后来我们一起和座做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非常有特点的是它们是无边界的 我们选择了三个空间去做的无边界感的空间 大家看到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你站在这个位置去看底部的时候 你看不到边界 是因为它整个的上半部分是一个椭圆形 这种椭圆就会使得这种边界被模糊 这个是我们的活动区 这是我们的艺术驻流 其实是与艺术驻流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与纺织艺术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美术馆开馆之前 2015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就做的一个项目 筹备的一个项目 2017年我们开始做 这是捷克的艺术家 因为当时我们有政府的项目 政府给了我们一部分资助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邀请了两位捷克的当代艺术家 然后他们来到苏州 在苏州做了两个月的时间的驻地 然后与当地的工艺人进行交流 这是我们带他们去各地去访问艺术家的工作室 还有当地工艺人的工作室 这是后来呈现的一个展览 因为当时我们美术馆的主厅并没有完善好 因为还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就用了另外一个叫多工艺厅来做这样的展览 这个是偶中有偶的一个项目 这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 他非常有心地看到我们之前做的驻流项目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美术馆官方邮件号 然后说明了他非常希望能够来做这样的驻流 后来我们就邀请他来苏州做了这样的一个驻流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做完这个驻流之后 其实他做完这个驻流之后 还跟我们当地的很多年轻的工艺人员又继续合作 等于我们作为一个开始 后面他们有自由地组合自由地去合作 这是一些展览的图像 我们主要是讲到两个项目其中 一个是这个项目就是平行交叉 当代织绣艺术国际交流展 交流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驻地项目 它主要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 首先它是由两个工作坊加一个展览组成的 这个项目我们邀请了来自荷兰和英国的两位当代纺织艺术家 他们在苏州做驻流并且还到大学里做了想做 同时也做了为期五天的工作坊 这个项目比较有意识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们第一次真正按照同样的材料来去找寻艺术家来进行合作 因为之前我们找了一些当代艺术家 他们做的作品其实可能在材质上面 跟苏绣或者说我们苏州当地的这些工艺 其实在材质上面并不是很好的去对接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这两位艺术家来到苏州来做这样的一个驻流 然后特别是他们在苏州期间做的这个工作坊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特点都非常明确 Alice Cato她其实是在用缝纫机的各种技法来做这个创作 然后Pauline她是一个荷兰艺术家 她完全是偏概念 观念型的艺术家 她的作品 Pauline的作品就是 原本她其实是个油画家 她为什么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刺绣这么慢的方式呢 她说她觉得现代生活我们整个生活节奏和状态都过于快速了 然后她想选择一种相对慢的方式 所以她说当她坐在飞速行驶的汽车里的时候 她用相机去拍摄外面的风景 风景是模糊的 然后她用这种模糊的风景加上刺绣这样一种非常慢的工艺来做她的创作 她这个概念层面上就把它做了一个转化 这个是飞速的风景 她也讲了她怎么样创作 两位艺术家基本上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创作方法 还有他们怎么去思考艺术的方式 给了我们 讲给了我们当时的这么多的参与者 这里面一半是来自于我们本土的工艺人 还有一半是来自于苏州各个高校里面的老师 也有一部分学生报名参加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是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合影 我们还为此举办了展览 就把我们这次工作坊的所有的成果 以及参与整个项目的这些志愿者 因为很多志愿者其实他们本身也是艺术创作者 把他们的作品一起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美术馆的主体空间里面去做这种工作坊 大家看到我们整个展览当中包含整个工作坊的状态 最后我们没有把这个工作坊给撤掉 而是把这个工作坊给保留下来 所有的参观者都可以看我们这个展览是通过这个工作坊 然后这样去生成的 这个整个的展览的生成过程 在这个项目的总结展的时候同时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接下来一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与地方性有关的 这是我认为我们在整个美术馆创建以来做的最好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最初的时候的缘起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缘起 就是我在石泉街散步的时候看到一家唱片店 这家唱片店叫摇摆郎唱片 可能有些朋友经常去的话可能会熟悉 这个摇摆郎唱片据说开了二十多年 我们当时觉得说 我当时有一个印象我觉得说一个唱片店和一个城市 还有人们的聆听经验 包括记忆这些词就汇集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去做一个以声音为主题的展览 然后这些作品都是从个体层面出发 对某一个城市进行挖掘 这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当时就去拜访了很多声音艺术家 但是大多声音家做的东西都非常抽象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满意 后来就跟欧宁老师 欧宁他是碧山计划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展人和学者 然后我们经过一周的交流 然后我们觉得说去做一个更有意思的项目 我们不要去邀请这些专业的艺术家 我们重新组建一个班底 去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然后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公开的招募 然后邀请了来自于国内 因为那个时候在2020年 其实是有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从国内邀请了40多位不同领域的写作者 建筑师 剧场导演以及一些声音研究者等等 然后通过工作坊的形式 每个人都不是老师 每个人又同时会去把他们的知识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称作一种共学的方式 然后用这种共学的方式 用博弈斯所号召的这种 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 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所有人他们都不是专业艺术家 但他们都是学者 或者是对某一项非常有自己的理解 他们是专业人士 但是他们没有做过相应的这种创作 我们做这个工作坊的目标 其实就是给予方法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通过工作坊的分享和设定 我们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了解到 我们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邀请的一些演讲的嘉宾 非常庞杂 他们来自于各个门类 有深艺术家也同时有 但是与此同时 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去分享自己知识领域的内容 同时我们还邀请了苏州在地文化方面的一些学者 来分享他们对于苏州的一些了解 我们通过这种工作坊的方式 我们工作坊大概有十天的时间 然后过程当中所有人都会去 所有人都会去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城市 然后通过他们在走 就是徒步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到他们要创作的意义 他们感兴趣的点 从而生成作品 这个是我们展览的 最后我们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展览 我大概分享两个作品 这两个作品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它很浪漫 然后也非常地能够体现说 我们做这样的项目 普通人的这种创造力是多么地不一般 它跟我们想象的说只有艺术家才能够去做非常好的作品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我们实践结果当中 我们要说的作品就是这一件 这件作品它其实是一个 它可能跟艺术有一定的关系 但它不是一个艺术家 它所做的事情就是用脚步丈量了整个孤苏区的两条街道 这两条街道分别有很多的这种电话亭 但这些电话亭其实已经不再被人们使用了 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插卡式的 它现在的用途主要是为了悬挂广告 我们这位参与者他所做的事情就是 他白天和晚上去走这整条街 然后把每一个电话号码都确认 并且他找了108个电话亭 这个电话亭分布在两条街上面 然后他弄了一个拨号器 就是这个拨号器可以在顺时拨打每一个 就是108个号码 然后这个时候整条街道上的公共电话就会响起 特别是它的形式它用了108件的方式 上面是黑件下面是白件 但是下面是白天拍的 上面是晚上拍的 然后它用这种方式去激活了这些 已经过去的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 这件作品叫《愿你生活在有趣的年代》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说一条街道的所有公共电话亭在此起彼伏的 这种响起的时候 然后当有人去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 这种人与人的交流就会非常神奇地产生 无论是你接起还是不接起 这样的一副声音上的景观响起的时候 它还是非常浪漫的 它在我们非常庸长的生活当中 你会觉得说多了很多乐趣 这个是他们用口技的方式 这位是一个剧场导演 他找了一个口技演员 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没有想到它会做得这么好 当然这个片子因为我不能在现场去播 所以很抱歉 它是通过影像的方式 把一个口技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流程 转化成了一个非常具有现代形式的 带有一些互动感的这样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是我想最后提的 因为它是一个素人 可能很多人也听说过的 它就是苏州有一家黑胶猩猩的一个店 它其实是这家店的主理人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做的这件作品 他们完全没有借助于外力 也没有跟我们讨论 他很早就提了这个案 然后他用这个提案使得我们用这个提案 他的作品内容就是他邀请了一个雕塑艺术家 然后做了一个苏州的沙沙舞厅的模型 然后在模型当中我们可以从窥视孔当中看到 这个沙沙舞厅里面的这种景象 但他外面的箱子外面还有一个窥视孔也可以看 这个外面的人也可以窥视到里面的人 再去看沙沙舞厅的这种模型里面的内容 当然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整个八十年代的 他甚至找来了八十年代的劣质香水 他把声音 嗅觉等等都充斥在这样一个黑盒子里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 这是一个非虚拟写作的作者 他写了非常多的这种苏州的故事 但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每个故事 就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苏州城的一个位置的标示 他把所有的这些标示标示出来之后 有一个非常小的录音 录音播放装置 然后他把所有发生故事的这些街道的声音录下来 当我们去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同时可以听到发生这个故事现场的声音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就是在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 有一位声音工程师的参与者 他在参与了这个项目之后 有一次我跟他聊天 他说参与到地方音景这个项目之后 他的生活就像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他之前从来不觉得他跟艺术有什么关系 但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 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 他现在会经常带着孩子去看艺术馆 或者是美术馆的展览 与此同时他也会去参与一些美术馆发起的公共项目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所能带来的价值 它的价值就在于说我们为非常日常的生活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就是这几年我们的实践当中 比较有价值的一个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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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